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31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一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 外裝之方 這一節要繼續跟大家 就是請港共政府 就是食回力標 港共政府食回力標 也絕對不是第一次 接下來就是這個六四 為了轉移視線 現在這一群 就是垃圾 只能夠不停跟你說 叫你六四不要打算上街 敏感日子 其實現在香港那群垃圾官員 除了 對付香港人之外 根本 沒有任何事可以做 也沒有 其他 發展大計 發展藍圖 以前拿來昆藍絲 現在 跟藍絲也不用說那麼多 好了 原本將視線轉移 大搞中港矛盾 然後 將他們 惡劣的政績 香港惡劣的經濟 嘗試轉移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 中國內地 也不會因為你 純粹挑起對國泰 以及空者的仇恨 那麼容易轉移到 中國大陸 社會的內地矛盾 而且 你將它轉移 去到香港 實際上最終需要揹揹 除非 最終要付出代價的 始終就是你 香港 的所有政府部門 因為每一件事都是由你們去管 到最後 難道你叫執法單位 去抓香港人歧視 又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 你做到這一步 就說你好厲害 我們這一節要繼續揭露 又有內地人 就是炮轟 這次不是炮轟 是國泰空者 炮轟的 就是整個香港機場 按照人民日報的說法 按照李家超的說法 你應該整個香港機場 立即停運 要調查事件 以及出來鄭仲道歉 這次要道歉的 就不單止是國泰 不是空者那麼簡單 應該 是香港港共政府 還有機管局 這個標準是你們自己定出來的 絕對不是任何人叫你這樣做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到了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 集團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支持我們的原因有很多 我們也不一一重複了 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有很多事情正在進行 我們給到大家 一件事 是所有人都給不到 雖然我也很想別人給我 但不知為甚麼 外面就是沒有 我們給了 一個鬥志 以及希望大家 原因也很簡單 我們從來 就是要向對方 不可以示弱 只要你 當正自己 是一個軍人 你就知道了 到最終 你用甚麼心態 跟他對抗 不要天天 就在說 被人跟蹤 被人打壓 這裏很危險 這件事又擔心家人 那件事又擔心不知甚麼 這件事又擔心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被人清算 你永遠左想右想 你想不完 跟你想完要供樓 供完樓又要養小朋友 養小朋友 又要怕他讀書 又要照顧他 你一直說下去 你說到 是2047 說了300年也是一樣的 有哪個 有哪一個 在哪個國家 哪個地方 不是全部面對這些相同的問題的 所有人 都有父母的 所有人 都有親戚朋友的 有哪個沒有顧慮 你告訴我 不要給自己那麼多理由 我們最重要的是 給大家一條路線 行不行 沒有人知道 不行 你也不應該屈服 不行就屈服 一直 對著強權也是這樣的 你也是弱勢的 永遠都是 請大家真的記緊 你的心態 才是最重要 還有不要真的天天示弱 不要天天覺得要求別人幫你 別人幫你是因為 你做對了 你夠膽出來對抗 別人幫你 這個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不是求北約啊 幫我去抵擋啊 幫我收回烏克蘭好不好啊 俄羅斯 你入侵了我那麼久 幫我拿回烏冬行不行啊 這個世界沒有人這樣做的 不要幻想 香港會有人代替你的光復 真的要回來研究香港的情況 香港就是如此無恥 香港的無恥 來自一群華德士 親北京 控制了這個地方的人 他們也絕對 不是真心 關注內地的民眾 實際上內地的民眾 絕對在他們眼中 是跟韭菜是一樣的 絕對是使人命如草嫁 為什麼要大搞這個國泰風波呢 為了唯一的原因 就是順應大陸的意思 大陸的意思 就是因為 內地失敗了太多了 要找鬥爭對象 中國共產黨最厲害就是找鬥爭對象嘛 因為 內部矛盾太多 找到外在的敵人 就有了 舒緩 民間的情緒 結果 搞到一發不可收拾 國泰空姐 涉嫌歧視風波 繼續蔓延 中國內地 此起起伏 有大量的內地人繼續揭露 覺得看完國泰事件 然後真的開始火燒連環船 然後有人揭露 說在香港機場遭受歧視 沒有說明自己是不是國泰航空 總之就是你整個香港機場都有問題 我完全同意 因為按照國泰的邏輯 根本你整個香港 別說香港機場 整個香港 都是一模一樣 下次就跟你說坐的士 死人的士路不肯說普通話 完全是白眼 然後 換了 換了懂得普通話的人駕駛的士 巴士路不肯說普通話 又是人渣 又是歧視 又換了他 酒店的員工 不是國內人 不說普通話 換了他 換了老闆 換了業主 換到你滿意為止 你說甚麼時候才會換到滿意 答案 當然永遠都不會 所以 所以 不單止 是自己製造了一個炸彈 炸自己 自己也不停就吃回力鏢 回力鏢真的插到 頭都快要 穿了洞了 李家超不尷尬 我就說到你尷尬為止 真的天天跟你說 我真的來問你 你機管局出來道歉沒有 你香港人渣港共政府出來道歉沒有 又有內地人覺得很不滿 在香港機場 這件事就沒甚麼好說了 其實很好笑的 就是說 入境日本 就是經過香港機場 結果他 不知道要預備陰性檢測證明 只是知道自己打了疫苗 但是如果你沒有預備到相關的證據 日本就是不讓你入境 地勤人員就是制止相關的人士登機 經典的內容就是 他 直接把我們本護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好像垃圾一樣 像丟垃圾一樣 丟到我們面前 然後繼續跟你說 那麼你們 去不了 其實內容 是非常之空洞 簡單來說 叫做態度不好 還有 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好像垃圾一樣 丟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平時丟垃圾 是這樣子丟的嗎 總之 這次又跟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有關 可能對方 也是小粉紅 可能對方看到你 本passport上面寫著passport 跟著就是 覺得民族主義上身了 作為中國人 上面根本不應該寫passport 一頂就丟給你 麻煩你換個打下一本 要全部中文的 不然就不要用 麻煩你 可能是這樣 這件事 就是在內地 繼續發酵 內地一大堆網軍要把這件事 炒大 其實那個事主就說 哎呀不是啊 我只是想說 香港機場是有問題啊 我不是想引發 中港罵戰 相關 法文的人都說 我自己 很喜歡香港 其實我有很多香港朋友 結果 法文的人 就是在這件事情上面要抽水 聽到的人 就是要把這件事搞大 整個 叫做 國泰的潘朵拉的魔盒是誰打開的呢 除了人民日報之外 打開這個魔盒的 就是香港人渣高官 包括李家超在內 麻煩你李家超 你什麼時候解散香港機場呢 香港機場 充滿著這一種 殖民地的作風 上至這個 是機管局高層 下至入境處職員 全部 都是叫做 黃皮白心 全部是香蕉來的 到最後在緊急情況 他們就說英文了 本來這個不是我們的標準 但是這個標準是你們定的嘛 既然你們定了這個標準 我們就天天用你的標準行事 去搜索一下到底你今天又犯了 哪一條規條 所以這個就是吃回力錶 為什麼 他們做什麼事 都會自己打自己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自己 扔出去的時候完全不考慮到自己的立場 總之就是先攻擊了 所以 就好像俄羅斯的飛彈 發射之後兩秒 跟著就是追著自己 跟著就是命中 香港 就是因為有一群這樣的傢伙 香港要做的事 就是使用一切 應該要使用的方法 要把這一群人武力驅趕 我們接下來 也是 很簡單 集會 有空就會去 其他的時間 主要 就是會繼續搞不同的課程 做好 更加多的訓練 就是這麼多 基本上沒有其他 我相信 單是這樣做 就已經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從來都沒有人敢做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跟著要開始講國際話題 我們接下來還有更加多其他精彩話題 我們來看